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年来首次Costco会员将于9月涨价 事关找工 麻州招聘控制将延长至10月以节省预算 TD花园上方高层窗户玻璃掉落 麻州BrainTrain三名陆市盗窃嫌疑人据信与国际盗窃团伙有关 男子在麻州杨买加平原被枪杀 7年来首次Costco会员将于9月涨价 Costco宣布自2017年以来将首次提高会员费 从9月1号起 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星级个人会员 商业会员及附加会员年费将增加5美元 达到65美元 行政会员的年费也将增加10美元 达到130美元 此外 行政会员的最高年度2%返现将从1000美元增至1250美元 这次调价将影响约5200万会员 其中超过一半是行政会员 尽管会员费上涨 但Costco标志性的热狗和汽水组合售价将维持1.5美元 此价格自1980年代以来从未曾改变 Costco目前全球拥有882家仓库 其中609家位于美国和波多里各 此外Costco的电子商务网站目前在美国 加拿大及其他6个国家运营 事关找工 麻州招聘控制将延长至10月以节省预算 麻州将继续执行州政府的招聘冻结措施至2024年10月底 行政与财政部长马修·戈尔茨克维奇表示 这些控制措施已有效管理开支 并帮助确保2024财年预算平衡 由于观察到几个关键收入类别的波动性 州政府决定延长这些暂时的招聘控制措施 以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始2025财年 自4月份实施招聘控制以来 这些措施已为州政府节省至少1700万美元的开支 行政与财政部已经批准约300个招聘豁免 截至2024财年前11个月 州税收超出预期700万美元 但预算官员提醒 几乎所有超额收入来自新的收入附加税或资本利得税 这些税收用于未来教育和交通项目或紧急基金 而非直接影响资产负债表 TD花园上方高层窗户玻璃掉落 昨天 在波士顿TD花园上方的一栋高层中 一块外部窗户玻璃板从数层楼高的地方坠落 据报道 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25分左右 正好在北站和TD花园的入口上方 事发后 警方暂时关闭地通往 Cosway Street的MBTA车站入口并封锁了该区域 报道称 玻璃坠落在下方的屋顶上 幸运的是没有人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警方表示该事件正在调查中 波士顿此前也有过建筑物窗户坠落的历史 在1970年代 汉考克大厦在建设期间 因强风导致窗户频繁脱落 曾一度被称为交合板宫殿 马州Brain Train三名入室盗窃嫌疑人 据信与国际盗窃团伙有关 马州Brain Train警方上周因入室盗窃罪 逮捕了三人 这三人被指与南美盗窃团伙有联系 这些团伙利用监视手段追踪并学习 受害者的行为模式 被逮捕的三人来自纽约法拉盛 以及来自纽约市 警方在6月20日Brain Train一个社区的一起 住宅盗窃案后开始调查 最终在7月11日逮捕了这三名嫌疑人 他们面临包括盗窃 抗拒逮捕 攻击警察等多项指控 还可能面对联邦移民指控 男子在马州亚买加平原被枪杀 波士顿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 麻州亚买加平原地区 上周日晚上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 该事件发生在晚上10点之后不久 第13区的警察应报警 前往New Washington Street和Arborway交界处 在现场 警察发现一名男子中枪 受害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但不久后死亡 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 波士顿警察局的凶杀案组 正在审查此案件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学校在一开始 学校的 tää店 师康星大学校向前 本大学艺术室住的手 明年是计算机 并非 外国家 宣众中生提供预格了 佛 Under